新台灣 新光大道 宇昌岸 還有帶劉主委 所以會開記者會 但是我們來做個小小總結 就是針對民調 當然我想請教兩位 做個最後的論述就是 到底宇昌岸對蔡英文的中間選民的流向 有影響嗎 我覺得宇昌岸已經拉久了 在不同時期對中間選民的確是有不同的感覺 在京建會出了那個變造或者烏龍的公文之後 我認為中間選民真的很明顯的 放棄嘛 跑到蔡這邊來 我想從各家民調 甚至民進黨內部傳出來都是這個樣子沒有錯 但是隨著你時間拖久 你的騷子也不是一個面對記者的理由的時候 那我認為他會轉向案情 然後國民民黨想要轉向態度 那你說馬英九跟競選總部也不是家財啦 會轉向那個態度 就是我認為對中間選民有把握 而不是對於基本盤有把握 所以在這樣下去的時候 蔡英文要怎麼因應變得蠻重要的 所以一旦現在開始又是 吳尊義說要退 馬英九不退 然後轉向了案情 然後再轉向這個態度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人家很明顯是 馬英九他們要針對中間選民下手了 蔡英文一定要因應 不然的話宇昌 富邦都會對中間選民來說 對於民進黨是不利的 好 我們有得到最近消息 我們就用那個標題就是 檢察總長 黃世銘總長說 如果辦案有真正考量 純屬無稽之談 我想他要做一個論述 無稽之談 我想我們就尊重 這個特政組他們所做的考量 可以聽一下嗎 好 那我們看總長怎麼說好不好 在11月下旬 在媒體吵得肺肋癢癢 而且都有指導說 可能涉及到部會首長以上的人士呢 可能涉案 我只是根據法院組織法63條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 分個案 主動分案 然後用密件去調所有的檔案 來做初步了解 初步的了解說其中有沒有弊端 都還沒有展開爺壇的行動 更沒有做出所謂要什麼起訴的決定 但是很不幸的 有一些政治人物跟媒體 就說是政治最殺 我覺得嚴過其死 好 這是總長對我想有些政治人物或媒體的指控的 很正式回應 這剛剛發布的消息 我等一下會請各位一起來談 我們先把這個中英選民 我想你把總長的話一起來做論述 我認為中間選民是要看他的序列 我認同運鵬講的 就是宇昌案一開始是藍營的立委 向邱怡來爆料 那也很具體 就是蔡英文主導投資 然後主導立法 然後自己的家族來入股 來自己擔任董事長 這是很清楚的 可是大家在等著蔡英文的答案 所以看起來是大家還在觀望 那個時間過了之後 劉易如搞了一個烏龍 那個烏龍平常講在民調上 應該是讓藍軍的支持者 士氣比較低一點 濾金的亢奮說抓到了你是騙人的 可是那個烏龍有沒有影響到邱怡所質疑蔡英文的本質 看起來沒有 所以等到那個那個那個 誤貼日期的時間過了之後 又回歸到本質之後 我覺得關鍵就是到現在的第三階段 就是蔡英文的態度 蔡英文你是怎麼來面對宇昌案的態度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認為 蔡英文他觀察他長期以來 尤其是這一兩年來 只要遇到他比較難堪的 遇到民進黨的人爆出口 或者是做了什麼樣的措施 蘇家權 農舍案等等 蔡英文都是一個態度 就是好像那時候出包的民進黨 是他群跟我群無關 所以他都是以很操然的方式 把他撇掉 或者是輕描淡水 或者是笑一下 大家覺得好可愛 很久沒有看到這樣政治人物了 就過關了 那好像是他的優勢 可是那個優勢久了之後 慢慢變成劣勢 民眾開始質疑說 你怎麼老是不正面 面對這些棘手的問題 這些對你的質疑 你從來沒有誠懇的正視他 我覺得慢慢現在的氛圍是 好像連跟你有關的事情 過去講你家族的墓園 那些有些不一定需要真的來回應 這一次你自己擔任董事長 你自己家族投資 你自己主導國發基金 你自己主導修法立法 你都還可以這樣子不回應 當時可愛的蔡英文 變成今天不負責任的蔡英文 我覺得那個觀感 在中間選民會發酵 那第二點呢 我認為莊瑞雄 平常信仰大家回想 五度選舉的台北市的選舉 當莊瑞雄這樣子的人物 當這樣子的發言人 不斷的在媒體曝光的時候 郝龍斌的民調是越來越好 所以像這一些民進黨的這一些 我講真的啦 就是呲牙裂嘴 或看起來態度是非常的 不負責任的 或者是看起來就是 非常鮮明的聲率的 不斷的主導蔡英文的選戰 我認為對中間選民不見得討喜 好 回到黃世民總長 因為其實過去有發信用稿 但是今天很正式的 顯然 警察總長認為這個事 他必須親自站上第一線 對外說明他 我想要講到說 宇昌案已經接案了 但起訴以否 他沒有做任何的回應 他說沒有政治考量 就像那個監委 這個葉耀鵬委員說他接案了 但是他會把這問題等到選後 再做論斷 惠文一起來評論 我還是要接剛剛沈大佬提的 那個部分就說 那如果在場的記者 有聽到沈大佬的發言 應該拿這個問黃世民 那你們不是保全證據的嗎 為什麼劉毅如一天到晚說 他要開記者會 他要開什麼記者會 你說特徵組保全不夠 沒有把所有資料保全都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 那要什麼學問 就這麼簡單 我老希望總長聽到你的話 好好再回應這個事 他應該要回應說 為什麼國發基金的資料 還會在金監會那裡嗎 你應該是拿走了 你怎麼還會有呢 那特徵組 必須這樣講 這個以前陳聰明總長 我批評很多 現在這個黃世民總長 所謂的司法鐵案 因為馬總統辯論 那怎樣司法鐵案 其實是無稽之談 也是言過其實 就是說特徵組一年多以來 特別是這個黃世民 這個去年520 他的市民一般組 只能講一年多了 除了羅浮住的案子 高院幾個法官 這個貪污收賄的案子 他還辦了什麼 這可以看開來比了嘛 你什麼案子起訴了 什麼案子不起訴什麼 這可以看開來的嘛 他績笑不張嘛 那這個傑虎眼 特別我要提這個 這個胡大哥 你也了解的扁案 扁案那時候 我們叫陳聰明下台 是因為扁案他辦不下去 結果黃世民這一年多 扁案辦了什麼 什麼都沒辦 所以我覺得 要給陳聰明一個公道 那最後我提一下這個特徵組 特徵組我之前的預測就是 他不會有任何動作 他既然做任何動作 也不會有人相信 一定有 一部分人不相信 你今天真的約談蔡英文 蔡英文就當選啊 你最好收押蔡英文好了 對不對 這不可能 不可能是你 因為他之前的辦案 就沒績效了 所以你現在忽然要辦案 人家質疑說 那你之前為什麼不辦案 是自己唾面自甘的 怪不了別人 我要回應黃世民的談話 因為這有關我剛才的談話 他大家都說黃世民非常謹慎 他講話一個字一個字 慢慢地討 不是說頭上來的 我們有想不到的 但是他剛才講說 調閱所有文件 我覺得那個所有兩個字 是不是可以不用 因為你用了以後 我就完了你知道嗎 你就跟剛才我的話 百分之一百衝突了吧 你哪有把握是所有呢 顯然不是所有嘛 你可以說調閱相關的文件 你甚至也不能講說調換 部分文件哪個感覺奇怪啊 我覺得說所有這兩個字太絕對了 但是我覺得惠文的質疑不是沒道理 說你既然要保全證據 應該把相關 馬上把相關都要拿去 重量拿去 結果還有經經會主委 可以在體制外在這個 這個一塊花椰 那表示還有更重要的資料 沒有保全嘛 不是體制外喔 體制內喔 沒有 我是說 劉彥如是這個整個司法體制外 我這個意思了 說話說惠文的質疑不是沒有道理 我倒希望總長很慎重考慮 這是合理的喔 說要保全 至少把相關資料全部保全住 再進行法律程序 其實我看法也是一樣 我覺得黃世民他重視 他自清說沒有政治考量 但是我覺得他的問題 跟劉彥如問題都一樣 就是十幾點的敏感 兩個都是本於職責 但是 但是邱一去控告的 哪一個 特政組是邱一去控告 不是不是 他主動調查 他是主動調查 邱一去控告 分案調查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是黃世民主動調查 而且他一向的作風是這樣子 那可是他這個案子 我們都在媒體揭露 不是他講的11月下旬 或是11月這個日期 是更早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像邱一委員是發動的最早 所以這個時機點我是覺得 還是會有政治聯想 這個部分黃世民 黃檢察總長可能不能禁絕 因為這個也不關他的事 是外界會有政治聯想 第二個在過程當中 我剛剛兩位講的 我還是贊成這個灰文的質疑 就是說你這個檢調單位 或是特政組 你要去查扣證物 我怎麼可能在那邊篩選呢 不是像扁案一樣 四幾箱全部搬走嗎 那就算是我們媒體人 以前謝忠祥報導 國安秘藏 那個全家被整個被被翻耶 辦公室也被翻耶 連電腦裡面東西 檔案全部帶走 連一個筆記本 有關沒關通通帶走 怎麼可能還留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讓劉易如去解讀 所以我剛才講說第二軌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講到這個宇昌案 中間選民 那是我自己也想當然是這樣認為 我覺得宇昌案的關鍵是在哪裡 除了劉易如那個事件 本來是打宇昌案的正當性消失了大部分 可是現在就隔著時間 我也贊成說隔著時間遠了以後 然後加上民進黨操作 中間選民也看不過去啦 你從1500萬一直到這個所謂的 魚刺業的那個部分在重提 那你就覺得他們斧著痕跡很大嘛 就是要去遮掩這個宇昌案 這種做法已經跟過去 民進黨打選戰很不一樣了 歷來沒有 他們還這個非常光碟 還花成本 去給個劇本來找演員 然後到公園去拍 還在那邊分送 現在完全不用成本 你結果翻一翻就拿來電檔了 然後他們昨天還在數 三中暗眼的國發院怎麼樣 用這種方式好像在堆沙包一樣 那有個破口在堆沙包 我覺得這個民進黨的做法 其實大家看 宇昌案的關係在哪裡 看得懂的就會認為 蔡英文沒有做到利益迴避 看不懂的 我發現聽了很多就是說 謝龍介委員本來想說 不要再打了 到現在南部的 有些用很簡單的語言 你告訴他說 那為什麼他推動生計 會自家人進去 然後他賺了一千九百八十萬總 這些簡單的語言 慢慢的會有發酵 我來引用在美國政壇 有一句名言 我想 因為這位參議員 是就是沈悟雄 以前西亞特選區選出 要叫早川 一個日裔的美國參議員 還講一句話 還不是我 早川 那是究竟他講的 對 早川議員很有趣 他講一句名言 早川議員 他是日裔的美國參議員 他說 如果要農業州的 產牛奶地區的參議員 說牛奶不好喝是不可能的事 很有名的話 因為他這個農業區 要生產牛奶 如果這個參議員說 牛奶不好喝 那等於是 他一定說牛奶很棒很棒 大家還來喝牛奶 連參議員他說 這就意思說 利益迴避是非常困難 你要更小心處理 這是一句美國政壇名言 我不要放過他 我還有一個要請教各位 剛剛黃世民有講一句話 我注意到了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到 他說我們啟動 這個整個過程的動機 是因為部分官員涉案 你覺得他在 部分官員涉案 他不是有這樣講嗎 可能涉案 可能涉案 不管 我要請問大家 他講的部分官員 是講誰 兩個啊 何美越跟蔡英文 他們現在不是官員 我覺得這裏頭沒有講 廢話他們在那裏頭 犯罪的時候是官員 沒有劉毅如的部分嗎 沒有 不是提劉毅如 他的意思是國發基金的部分 你說那個日期物質那個 那個還是被告 因為他們有去告 那是民進黨告的 那個時候我就說 特徵組要辦就兩邊一起辦 然後劉毅如這個比較好查 到底你有沒有政治黑手介入 是誰物質的 誰變造的 這個比較好查 特徵組說我既然保全 我既然把證據拿下來 那劉毅如你不辦 只辦蔡英文 怪嘛 那個時候我就呼籲特徵組 基本上我比較相信 沈大佬講 我比較不相信黃世銘講 什麼叫做所有的東西都查科 我覺得沈大佬 還有他的消息來臨 他講應該是對的 所以特徵組顯然是糊弄大家 主持人剛好 就是說特徵 大家講到特徵組 我很少拿那種雜誌的 那大家給看一下 這都外部會 一個週刊 法界有些人 他把他寫成編文章 這塊你的特徵組廢了吧 這哪個刊物 這個是來 裁詢嘛 你題目再講一下 法界怎麼樣 給攝影師拍一下 當然這不是 我認為這不是所有法界人 這樣 應該是部分法界人士 他就把寫完一篇文章說 這款的特徵組廢了吧 有些人有這樣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特徵組的公信力 不是今天總長你來講什麼說 什麼政治追殺 我覺得這不重要 你把你的成績再拿出來 婚姻鵬你舉那個例子不好 我說剛好有 因為我連內容都還沒有 我連內容都還沒有看 我會說今天有這篇文章 剛好總長他講說 我們有沒有政治追殺 特徵組是這幾年才有的東西 阿扁的後期 然後為什麼換了陳聰明 然後換黃世民 這個大家都有印象嘛 所以特徵組如果你要建立 有沒有政治追殺 或後備會介入的公信力的話 不是你今天開個記者會就怎麼樣啦 對啦 我想特徵組就用你的行動 以你公正公開公平的華麗程序 來把結果揭曉 然後接受大家檢驗 那23天以後再做 選前沒有行動啊 我當然不是現在啊 選前怎麼會有行動 我從來沒有說 我也沒有說哪個時間表 我還沒有像葉耀鵬說選後 我沒有講啊 選後啦應該要選後 周柏蘭案都判了15年 15年而已 最長15年大家印象深刻吧 這個案搞不好也15年 我誰知道呢 所以我覺得有關司法的部分 那就不宜 因為動輒得救嘛 所以那就回歸嘛 回歸政治風格 政治操守 政治人物政商關係的那一個 那樣一個的標準的一個檢驗嘛 也可以檢驗馬英九 富邦案不就是檢驗馬英九嘛 也可以檢驗蔡英文 然後呢 兩位候選人也要面對這樣的檢驗 實問實大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嘛 這樣就好了嘛 就是有沒有涉案 到底是有幾個官員舞弊 就讓司法機關來認定 但是你不能因為這樣子 就迴避掉了 你必須接受你的政治風格的檢驗 為什麼 你有可能會變成中華民國總統 那未來你卸任之後 你主導這麼多立法 你的家族還想參與什麼投資 你要不要說清楚 或者是你要宣誓 蔡英文 我如果擔任中華民國總統 我卸任之後 我的家族也不會在我主導的這些裡面做什麼投資 你總是可以解釋清楚 否則永遠難度悠悠之口 運鵬你贊不贊成蘇俊斌的意見 做個宣誓 我其實我認為國發基金他們去投資 既然都是有國營事業的樣子 那以後都改成過50%官派就好了 你沒有回避問題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君民兄講的我也不是那麼同意 我覺得應該講說 蔡英文應該回應說 現在的馬政府 或是未來的我的蔡政府 我的官員可不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剛要嫁你的問題 而不是說 我來回答一下 而不是說我來宣誓說 我如果當了總統 我的官員都不能做 那你以前你做的啊 那我當了總統你們都不能做 嗶嗶 但是我以前我自己做了 那我憑什麼約束你們不能做呢 我覺得特徵組的案子 應該這樣看就是說 黃世民上台一年多以來 有沒有政治追殺 哪一個藍綠的政治人物 沒有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沒辦什麼案子嘛 所以就沒有追殺 第二個 記者應該問黃世民說 欸 總長啊 你們已經分案調查了 特查案在調查了 有一個人一直說要開記者會 要問蔡英文問題 這樣有沒有違反政察部公開 記者你要問嘛 難得黃世民 你很少看黃世民開記者會了 那你應該問他說 那這樣有沒有違反政察部公開 因為偵查的主體 偵查部公開是約束檢察官 不是約束我們 所以檢察官說這個案子是我的 譬如說我是承辦檢察官 這個黃光晴要開記者會 我要約束黃光晴啊 你嗶嗶你開記者會 我就要約他你 我可能要收壓你了 因為你要開記者會了 應該做這個動作才對 但黃光晴沒有偵查部公開的問題 我是假官我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你今天任由劉易如說 我可能是可能是禮拜二喔 我最快是禮拜二喔 我最快這個禮拜喔 你在幹嘛啊 這全部人看一個人玩就好了啊 是你在選嗎 我跟大家講選票打開 不會有劉易如三個字 那請你不要干擾選舉 你該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 你要你要把那兩大箱文件看完 應該是上個禮拜就看清楚了 而不是上個禮拜搞烏龍 這個禮拜雖然出位 那我想請教一下揮文你的意見 就是說你認為劉易如這樣是干擾選舉 那你認為他是國民黨派的吧 馬英九應該叫他說你就不要開 他是馬英九派的啊 我是馬英九 我上禮拜就把他換掉了 我講實在話就把他換掉了 我就把他換掉就趕走了 因為劉易如小姐她 她的自主性 導致因為坊間越來越多傳說說 聽說這個李季柱已經stand by 後補機票等好了 所以你不能出錯 你要保證不能出錯 你純粹八卦 沒有八卦 你純粹八卦 有此一說啊 有此一說嘛 下午輕鬆一點 他們機票應該都飛去不單啦 大家快樂一點就好了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談推背圖 推背圖 好不好回來